第七十七集 书接上回 接说着一段射雕英雄传 上回书说到郭靖 力斗四位江湖好手 现在这四位啊 单打独斗都已经打不过郭靖了 四人合斗郭靖 那十斧子的出了奇招了 把手中的斧子一扔啊 他竟然把郭靖的凉腿给抱住了 是牢牢不放 郭靖呢立足不稳就跌倒在地 眼见头上是博光闪动 刀鞭七下 一闭眼已然知道了 自己的性命难逃 突然间呢 自己的老母 七位恩师 道长马玉 一凶拖雷 一昧化征这几个人 就如同闪电般 在自己的脑子当中啊 迅速的闪过 他手边啊 突然间碰着一二东西 什么呢 就那斧子 石斧子那不把斧子扔下抱他了呢 他躺下摸着那斧子了 他猛然间呢 他就把那石斧子的给抓住了 他一抓这个石斧子的胸口 枉起这么一举 可了不得了 这石斧子的双手啊抱着他的双腿 万没想到郭靖还有如此的力量 郭靖愣把这石斧子的啊 挡在自己的胸前 其余三人呢 投鼠机器 赶紧收兵刃 郭靖呢 左手扣住敌人的脉门 脚都不能动 右手啊 就紧紧的插住他的咽喉 自己呢 就躲在这个人身子下头 这三个人呢 不敢拿兵着 可是拳脚啊 就往郭靖伸着猛踢 郭靖是置之不理 心了话说呀 我虽然死在他三人手下 我现在 手里这个人 为了把他掐死 让他给我提命 所以啊 插在他咽喉的这只手啊 是越发的用力 这会儿啊 就已经 没有了 武术家的 那些个招数了 那全凭的 就是一股啊 刚涌得很劲 可这三个人 一时之间呢 却也奈何不了 郭靖 折别等人一瞧 郭靖被压的底下 赶紧啊 拿手中的兵刃 就来救郭靖 那个使单刀的大师兄呢 就跟那两个师弟说 你们两个挡住铁子 我来杀这个杂主 说着话 俯身下去 刀尖对准了 郭靖的尖头 就把这个刀啊 就插下来了 郭靖突然间觉得 肩头疼痛 腰腿用劲 一个懒驴打滚 滚开两张 这会儿呢 师父的那个人 让他插得已然啊 喘不上气来 昏死过去了 郭靖呢 纵身形站起来 眼见敌人 提着刀又赶过来了 带要抵敌啊 右腿的鞭伤很重 立足不稳 又倒下了 那个人挥刀砍下来 郭靖啊 往地上一躺 猛然间响起来 自己边腰里的 还有护身软边 伸手往腰里这么一带 顺势往外一抖 揣拉一下 已然就把护身软边 取在了手中 仰天而卧呀 使这么一路金龙边法 把身上各出要害 防的是风雨不透 像他这个三师傅 马王神韩宝鞠啊 身材矮短 专研制啊 供敌人下盘的这个招数 这会儿呢 郭靖卧地而闹啊 正是这套地躺边法 也就是金龙边法 哎 他是得意之所在 使出来呢 也是得心应手 这个使刀的大师兄啊 那就更进不了身了 又拆了二十多招 师府的那位啊 醒过来了 另外两个人啊 也杀退了蒙古将领 四个人转身行 再次围攻郭靖 眼见形势又紧张了 如此打下去 郭靖啊 难免还是遭他四个人毒手 突然之间啊 山下这个队伍当中 是一阵混乱 就瞧有六人啊 东一穿西一叉 行动迅速奔上山来 桑坤和扎木河的部下呀 以为要是完颜洪烈的武士呢 还要上去围攻郭靖 个个的是大声咒骂 山上的众人呢 想要射箭阻拦 折别眼尖 已然认出来呀 原来是郭靖的师父们 江南六怪道 赶紧大声喊 静儿 你的师父们来了 郭靖本来已经累得 头晕眼花 身受重伤 听了这句话 当时是精神大战 朱宋 朱二爷跟全金发 全六爷最先 上了山 见郭靖啊 躺在地上被四个人夹击 已然命在请客 他们二位能不着急吗 全金发纵身上来 手中的秤耳同时就架开了四箭兵刃 高声喊吓你们要不要脸 四个人手上啊 同时矩阵 已然知道敌人的功力 一晚在啊 这个少年之上 赶紧宗神行月开 朱二爷过来 已然 把郭靖给扶起来了 何真厄等人呢 这会儿也就上了山了 全金发说 不知羞耻的匪通 快滚 那个使单刀的大师哥一瞧啊 众寡之士突然倒转 再动手必然不敌 但是要逃下山起 那颜面何存呢 这以后在六太子府里边怎么混呢 当下呀 可就硬着头皮问 你们六位 可是江南六怪吗 朱二爷说不错 你们四位是 这个人说我们是 鬼门龙王的门下 呦 何真厄朱松等人本以为啊 他们既然合斗郭靖 必然是无名之辈 忽然一听他们抱自豪 说他们的师父啊 是武林当中成名的人物 鬼门龙王杀通天 哎 还都吃一惊 可人啊 说你们瞎冲什么自豪 鬼门龙王是响当当的角色 门下 哪有你们这种不成器的家伙 那个史双斗的呀 拿手摸自己脖子 他摸什么呀 他那脖子让郭靖整个勒起一圈红印里 他最恨郭靖 他还让郭靖创业一脚呢 谁冲自豪 这位就是我大师兄 断魂刀沈青刚 这位是我二师兄 追命枪无轻力 这位是我三师兄 多破鞭马青兄 我就是桑门斧 前青剑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王岳波演播的评书版 射雕英雄传 欢迎下载云听APP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柯人恶说 哦 听这意思倒不是假的了 那么你们四个人 就是黄河似鬼了 你们在江湖上 也并非是无名之辈 为什么竟然自甘下贱 四个人斗我徒儿一个人 吴清烈强词多理 说怎么是我们四个 打的一个 这不是还有好多 蒙古人帮着他们 是我们四人 逗他们几百个 前青剑问马青兄 三师哥 这个瞎子 他大模大样的 好不神气 他什么家伙 这句话呀 升级病不高 可这饿呀 可也听见了 心头大怒 铁杖在地心一撑 已然跃到他的身旁 左手啊 就抓住了他的背心 把他往起一提 当时就往山下的扔 三鬼一惊 带要扑上来迎敌 哪知大爷 柯震恶身法如风 接下来三抓三扔 旁人哪 还没看清楚呢 三个人也都啊 让他扔到山下了 山上山下的蒙古兵将啊 全都齐声欢呼 黄河四鬼啊 一个个摔的满身的沉沙是腰酸背腾 此时呢 也只能含羞待溃 挣扎着爬起来 再看此时啊 远处的尘头大体 似乎有几万人马呀 是杀奔而来 桑昆的队伍 当时就有些个险乱 铁木真一瞧啊 救兵可来了 心中大喜 他知道啊 扎木河呀 至军甚严 他是一个能干的将官 他麾下的这个兵将 也是兵精将有 那么桑昆呢 就是借着他爸爸的余音 拥鹿无能 当下指着桑昆部下的左翼 就命令自己手下人 向这儿冲 哲别 博尔树 树翅 查核台四个人 当先冲下来 远处的救兵啊 是齐声大喊 再瞧木华黎 把都市抱在自己的手里头 举刀就架在他脖子上 带头了跑 快让路 快让路 桑昆呢 见众人冲下来 想指挥人把拦截 可一脚都市 这模样在人手里边呢 也不禁的呆住了 心下愁愁 不知如何是好 可是转眼之间 铁木真人等啊 已然就冲到了眼前了 哲别 看着了桑昆的脑门 抖手就一进 桑昆突然看见剑道了 急忙向左闪 这一戒虽然躲开脑门了 但是郑重他的右塞 当时这一脑袋就撞到马下子去 中兵将一瞧 主帅勒马是当时大乱 铁木真呢 直冲出阵 数千人 从身后的呐喊着追他 被哲别 波尔树 郭靖等人 一阵连珠 见得就给射开了 中人是且战且走 奔出数里之外呀 就瞧 尘头起处 拖雷已然领兵 赶到了进前 王寒和扎木河的部下呀 素来就敬畏铁木真 一开始呢 其他人少 现在一瞧 他的援军来了 便纷纷勒马回转 不追了 您别瞧拖雷年轻 他呀 很有心智 怎么呢 他没有啊 铁木真的令符 所以呢 铁木真部下的这些个组长 素将啊 都不听他的调动 所以呢 他只能率领数千名青年的兵将赶来 眼见呢 敌兵势大 就是冲到敌阵里救人 这几千人也得覆没了 所以他下令啊 在每匹马的马尾巴上啊 都捆上树枝了 这一跑起来呢 远远的望见沉沙飞扬 他不知道有多少人马 他是吓唬桑坤 铁木真此时啊 是整军回营 半路上呢 又遇到华征 又领了一小队人马赶来救援 他一瞧众人无将 心中高兴 叽叽嘎嘎呀 是说笑不听 铁木真呢 就算全尸而退 当晚是大告将士 就把呀都市 请在首席座下 铁木真手下众人见此情状 是愤愤不平的 铁木真向都市敬了三杯酒 跟都市说 说王寒义父 桑坤义兄 对我恩重如山 双方啊 是毫无仇怨 就请你啊 回去 带我向他们请罪 我再挑选贵重的礼物 送给义父和义兄 请他们不必介意 你回去之后呢 就赶紧预备和我的女儿成亲 咱们两家呀 大宴各部的族长 必须得好好的热闹一番 你呀 是我的女婿 也就是我的儿子一样 今后两家 勿须亲如一家 不可受人 挑拨离间 都市呢 没想到铁木真不杀的 这是意外之喜 现在铁木真说什么啊 他就赶紧答应 就瞧铁木真说话的时候啊 右手捂自己的胸口 不住的咳嗽 咳咳咳 嗯 难道说铁木真受伤了吗 果然就听铁木真说 今天这儿啊 中了一件 只怕呀 得养上三个月 方能痊愈咯 否则呀 我应当亲自送你回去才是 说着话 右手啊 从胸口的那个衣裳里边拿出来 往外这么一伸手 满手都是鲜许 不用啊 等我伤愈 你们就可以先澄清 否则呀 哼 哼 否则呀 就等的时间太久了 铁木真手下诸将啊 一瞧大喊如此懦弱 是畏惧王憨 仍然要把话征架给都市 都感到十分的气恼 一名千夫长的儿子 是铁木真的贴身卫士 昨天晚上呢 他手遇啊 土山的时候 让桑坤的部署啊 给射死了 那么这个千夫长呢 一啊 是要报杀子之仇 二呢 这时候一听铁木真说呀 他是越生气 怒火中天 猛然间拔出了 雷下配刀就 扑向了都市 那身边还有很多卫士 自然就把他拦下了 铁木真大怒 拿下此人拖到仗前 当着都市的面 就打了四十军棍 只打的是劈开肉战 鲜血淋漓 体无完肤 当时昏厥 铁木真说 把他监禁起来 三日之后是全家斩首 第二天早晨起来呀 铁木真败了两车 黄金 貂皮 都是厚礼呀 另外 有一千头肥羊 一百匹两马 还派了五十名兵士 送都市回去 又派了一个能言善道的使者 命他呀 向王涵以及桑昆 是郑重的谢罪 送别的时候 铁木真呢 已然不能乘马了 让人抬着 躺在担架上 上气不接下气的 和都市道别 可是铁木真麾下诸将啊 也很紧张 怎么呢 什么时候大汗受的伤啊 怎么受伤这么重啊 当时那个混战之际啊 谁也没敲清楚 一直把都市送走 走了八天了 这天铁木真呢 是召集诸将 说各位 赶紧集合不中 咱们现在出发去袭击王涵 猪将 相过恶然 全愣了 怎么 八天前送都市的时候 又是黄金 又是貂皮 又是羊 又是马 跟人家紧着说 赔礼的话 怎么过八天 要打人家去 铁木真说呀 王涵兵多 咱们兵少 明着打呀 不能取胜 必须要偷袭 我放了都市 赠送他后礼 再假装我胸口中箭 受了重伤 要他们不能够提防 哦 猪将明白了 巨都拜服 铁木真这时下令 释放那名千夫长 是后加赏赐 这千夫长啊 听说现在去打王涵 桑坤 好 雀跃不已 伏地拜谢 自己请应是求为先锋 铁木真也应允了 当下 兵分三路是骤亭夜行 绕小路 在山谷当中 行军 遇见牧人啊 就捉了随军而行 以免是泄露军机 王涵和桑坤啊 一开始还真怕 铁木真前来报仇 日日的严加戒备 等都市平安回来 还带着重礼 可就信了 一瞧铁木真的使者 言辞啊 是极尽悲屈 还听说铁木真受重伤 这才大放宽心 撤掉了守军 每天哪和完颜洪烈呀 扎木河呀 他们就在仗里边呀 是隐烟作乐 哪知道铁木真 三路兵马在黑夜当中 犹如天崩地裂一样 就杀进来了 王涵扎木河联军 虽然兵多 但是慌乱之下 事无斗志 当时是溃不成军 王涵 桑坤 仓皇之间 逃向了西方 后来呢 分别就让 奶蛮人和西辽人 给杀了 都市在乱军当中 被马蹄就踏成了肉泥 就是黄河四鬼 奋力突围 保着完颜洪烈 是连夜的逃回中东